是的主播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左下方有一只手 手上拿着票卡 但却没有往前伸 收费站里面的收费员 也把左手举起来 但就是拿不到票卡 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但其实我们的画面 并没有暂停 但看起来却像是定格 因为他们几乎都没有动作 才会看起来像是暂停 两方一直僵持 大约40秒之后 女收费员才收手关窗 打电话通报 甚至离开座位 这个时候画面上 才看到有了变化 但是拿着票卡的那只手 还是没有动作 这一起夸张的对峙事件 其实发生在中国大陆 福建省的高速公路上面 时间大约是凌晨5点半左右 一名大货车驾驶 经过收费亭拿出票卡 但他不想解开安全带 但是收费员又拿不到 他多次请求驾驶 把手伸长一点 但司机却不为所动 开始恶作剧 捉弄女收费员 双方就因此陷入了僵局 虽然最后驾驶 还是交出了票卡 但是还对收费员 报了租口 整起事件曝光 也引起网友讨论 还有人说 光是看画面 就觉得手酸 事件发生之后 福建省高速公路公司 也对这名女性收费员 进行了再教育 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形 先将时间镜头 交还给棚内主播 也计划 好